中華星報的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帶各位訪問一下 高雄市正信中心會的新任理事長 我們正信中心會最近有很多大的活動 我們現在是請新的理事長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經驗大飯店總經理鄭鴻燊 我很榮幸剛剛接任了我們高雄市正信中心會的理事長 近期我們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就是慶祝正成功誕成的紀念日 我們再請問一下理事長 那個正式中心會現在的成員大概有多少你知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目前我們的成員其實是有300多個 這麼多人 那我們對那因為長年下來有一些人可能是比較沒有聯絡到 那經常有聯絡到了我們大概將近200位 那目前我們的新的這個會員就是我們的中心也繼續在增加中 那除了我們這個這次的大活動 我們這個中心會平常 他的一些所謂的工作內容大概都是什麼還是都吃吃飯而已啊 或者是有沒有在關懷社會啦 或者是對我們這個正式中心有一些什麼要宣導的有沒有這種活動 其實說我們那個中心會就像一般的這個中心會 那我們高雄的中心會也跟其他的中心會 或者是其他縣市我們的正式中心會不一樣 是我們高雄的中心會每個月都有一個早餐會 哦 那個比較特殊 是 那也是當初那個幾位我們的那個前理事長 其實是我我父親也是前理事長 當時是他跟幾位我們的中心前輩他共同發起的 他用意就是說藉由這個早餐會 那每個月都可以見面一次 那也可以聯誼 那通常的中心會都是一年才開一次大會 才會見到面 那平常的禮監市可能就是三個月開一次嘛 那我們就是一個月有一次的這個慶生會 那利用這個慶生的時候會 慶生早餐會 做一個中心的聯誼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有 邀請一些中心啊 那就是說現在社會上還是需要很多像這種團體 來做對社會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是我們也是主要是要說真的是發揚正成功那種開墾的這個精神 他既然來到這個地方 他就是要開墾這個地方 這個發展跟那個 讓這個地方能夠 這個生活更好 那我們也是發揚他這種那個開墾的這個精神 他因為他從大陸那邊帶來很多大陸那邊的這些制度 他來這邊開墾 那重要的很多這個市績 我們在這個高雄 我們在高雄都看得到啦 我們在高雄 中央那個內政部每年都會到台南那邊去主計 我們在四月就是每年的四月二十八號 剛剛在台南舉辦過了 其實他是關乎台灣的始祖嗎 應該算是啦 因為以前被人家站走了他還把他要回來 他算是把他這個把台灣再給他收回來 當然我們先前是沒有這個政府在管理的 當然是先前有一些我們的先民先來這裡開墾了啦 那當然是我們是先來的 然後那個河南人他們算是後來的 對啊 我們戰具我們再把他要回來 對 再把他要回來 對 這是關乎嘛 對 這是關乎嘛 清戰是關乎嘛 是是 其實鄭成功算是一個比較屬於官方的嘛 他是代表那個明朝 所以是也算應該算是 這個台灣第一個官方的那個 對 官方的這個管理的 不過現在我們在大陸看 他們對這個鄭成功的文化很收集的 比我們台灣還積極呢 大陸也有帶一個很多鄭成功的像 是是是 我們台灣都不夠 所以你們要加油啦 好 要對這個文件 什麼什麼 這個都多給他們一些意見 好 這個其實鄭成功在台灣也是滿重要的一個人物 是 對台灣的歷史會相當的影響 他帶太多東西 聽說我們的台灣牛也是他帶過來的 以前台灣沒有牛 是 聽說是這樣 所以很多文化我們都不知道 那現在的教育又沒有 好像這個區塊好像慢慢都不重視了 我是覺得很多文化傳統 要怎麼去傳承下來 這樣國家才不會滅掉滅亡 是 很多東西都是靠這個文化倫理在延續嘛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我看以後我們雖然有經濟 可是也是很糟糕 是 所以你要努力啊 你當市長 理事長的責任比較重大 是 有沒有信心抱 有 有有有 有齁 嘿 因為你年輕嘛 還可以多做一點事情嘛 嘿 可以齁 可以 好啊 下次記得齁 我們八月起要再講一下我們這個活動 好 我們八月十八號齁 上午十點 嘿 在文化中心 嘿 有一個紀念的活動 都都沒有開就開放的就對了 大家都可以 是開放的 對 不一定要信證的就可以 不一定不一定 這是開放的 開放的 因為這個紀念是屬於這個 對 大家的 嘿 是 那我們就到時候就歡迎觀眾朋友齁 記得齁 八月幾號 十八號 八月十八號 今天有八一八號 在文化中心 早上嗎 早上 早上就可以開始 直接去那邊齁 那看看我們這個政治中心會 這邊有一個大型的 跟文化局有一個活動嘛 對 那應該蠻精彩的 同時 序也不要看著那好 去瞭解一些歷史文化 那順便齁 我們理事長會在現場 可以跟你請教一些問題 都可以嗎 呃 可以 可以齁 知道就跟他們講 不知道的話 我們再來研究 好 好 那我們先謝謝你接受我們 好 謝謝 希望你繼續努力 好 會 各位觀眾有空 到金銀飯店來 鄭總 歡迎各位來這邊看看他 把那個藝術帶到我們這個飯店的經營 讓我們的這個飯店的一個經營層次更提高 更有文化氣質 好 然後增加很多風趣 還不會在飯店就是吃吃喝喝睡覺而已 對 來這邊還可以一些文化的之旅 好 這個很棒耶 你都沒有大力宣傳 好像不希望人家來看 我也是希望說 我應用我們這個一個空間 然後有帶進一些藝術藝文的一些活動 讓大家這個來來往的這些客人 無形中他就會接觸到這些藝文的這些 但是 下次就是 我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裡面如果有員工 這樣啊 我們有這些畫家來的時候要參與 萬一有的客人來要問的話 他們才可以當 臨時的導引 不然有的話還是需要一些導引 哦是 這個可以給你建議 對對對 有導引的話 會看起來更有意義 你才覺得這個畫的意義 它從哪個角度切入 所以下次我們再辦這個茶會什麼的 要請你們的員工 一個來看一下 好這個建議很好 我再來安排 你安排 因為好不容易 讓長軍你在這邊 這樣的話我就是覺得說 大家來看這個畫才會覺得更有意義 要不然他們來看 有的也不曉得會進去 會怕 你們來就是 歡迎觀念 我們看畫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 有人解說 有人有招呼 又不會很緊張說 不曉得會不會趕出去 就是很親切的感覺 對我們的這個服務水準會提高 這樣對我們的飯店形象 是不是更好 對 這個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齁 對 非常好 謝謝 董事長說好就好 如果要臨時空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來報名 不過我歡迎就是很多 對這種文化這種藝術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當義工 來當義工也可以幫忙很多人 是 我非常歡迎 我們來推廣這個義工活動 他們也可以欣賞很多 認識很多畫家 認識很多藝術家 也可以介紹推廣更多人知道 這個我們可以來考慮看看 可以可以 可以齁 好像今天有建議的正統都不錯 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 在他的領導之下 我們今天飯店 齁 這些義工活動能夠更提升更好 好不好 是幫激情的發展 我是非常樂意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才有時時標幫助 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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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